你知道这款乐高全新标志乐芒超跑的机械联动原理吗? 设计师是如何做到只使用了一枚避震零件 就实现了对原型车拉杆悬架的巧妙还原 恰到好处的悬架线位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坊间传闻的七档序列式变速箱到底存不存在? 荧光零件还原出的尸爪前大灯到底有多惊艳的表现? 本期深度评测,一篇视频全讲明白 那也就是这款乐高全新的科技组四旗舰跑车 42156标志9X8乐芒超跑 在前推杆后拉杆悬架设计的同时 这款套装也是乐高迄今为止 唯一一款只使用了两枚避震零件的科技组次旗舰跑车 同时伴随这辆跑车同时发布的还有几款全新的零件 甚至还可以看到乐高可能开始针对部分零件进行改模的线索 那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包装 作为18家的套装 这款42156仍然是采用了非常简洁的黑色底色 右下角标注了套装编号以及零件数等信息 彩合的背面除了成品的后侧方式角图以外 还通过图示展示了成品尺寸以及原型车的一些关键数据 那打开彩合 1775片零件一共分成了19个分包 5个大步骤 拼搭手册装在一个白色新风袋子里面 厚度大概有一厘米 开篇一共用了8页的篇幅 对积木的设计 标志乐芒赛车的历史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那一共是包括611部平均每部2.9个零件 另外贴纸是有这样的两张 下面我们就一边拼搭一边看一下它精彩的内部结构设计 这里来看一下后悬架 首先设计师在左右两侧上下各使用了两根 7单位后孔臂作为上下摆臂 同时在车底位置使用了一枚新款大号硬币阵 借助两侧的71708 实现将两侧悬挂摆臂向下拉住的联动效果 应该也是对原型车后拉杆悬架的一个还原 这里还有两个小细节 首先设计师在两侧这里各使用了两枚6628球头零件 当摆臂向上运动的过程中与下摆臂发生底池 实现限制摆臂向上形成的线位作用 另外在两侧这个位置呢 还设计了一枚32557 当悬架回位的时候 与逼阵零件端部底池 实现限制摆臂向下形成的线位作用 再看行驶与发动机联动的相关结构 动力从仿针发动机出来以后 经过这枚8尺齿轮进入悬架内部差速器端 然后通过两枚球形万象节与悬挂驱动桥完成连接 比较常规的一个设计 这里看一下这枚9单位和13单位的后孔臂零件 它们的近焦点从以前的外观面上移动到了削孔所在的侧面 非常棒的一个改模方案 另外这里也看一下两个新零件 其中一枚编号为2477 一枚3x5直角转向梁 那么这也是这枚零件的首次出现 另一枚编号为2393 属于在我们做过的套装中首次出现 这里可以看到手动转向动力从车顶上方下来以后 在底部这个位置通过一组12比12齿轮组 将动力向车头方向传输 这里可以看到设计师在转向尺条零件的滑道部分设计了两枚4274 利用它上面的突立结构配合尺条零件的底部凹槽 做出了稳定的滑道结构 这里我们来看前悬架 与后悬架类似的是 前悬架同样使用了一枚新款大号硬壁镇提供弹力 不过这枚避震零件被设置在了悬架的上方 同时设计师在这里也是使用了7708作为推杆悬架的摇臂结构 而推杆同样也是使用后孔壁实现 此外设计师同样也在这里做了悬架形成的线位设计 其中通过7708的下端与一根后孔壁的底池 完成对摆臂向下形成的线位 通过推杆与一枚薄孔壁的底池 完成对摆臂向上形成的线位 再看动力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款车子采用了四驱的设计 但是前后轮之间并没有动力连接 设计师在这个位置设计了一个圆柱形的模块 通过一枚12尺齿轮 一枚20尺齿轮 完成与前选架差速器之间的连接 而这个圆柱形的模块 正是对圆形车200千瓦电动机的还原 而电动机驱动前轮 V6发动机驱动后轮 也是与圆形车保持了一致 那转向连动比较简单 转向动力从这根十字轴过来以后 直接通过一枚12尺齿轮驱动转向齿条零件 那另一边的一枚12尺齿轮 则是用来增加齿条运动的稳定性 那关于转向结构的线位 是直接通过齿轮与周围结构的底齿来实现的 这里看一下方向盘相关联动结构 那联动结构本身比较简单 通过两枚16尺齿轮 完成和驱动转向齿条零件的12尺齿轮连接 不过有玩家能看出这个设计会存在什么问题吗 那完成了前后悬架合体以后 接下来就进入外观搭建的部分 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引擎盖模块和车身主体之间的连接 是利用了4枚光滑销上面的十字轴部分 配合车身主体上的销孔来实现的 好啦 那么大概经过了7个小时 这款标志9X8就完成啦 作为一款1比10比例的次旗舰跑车 那最终成品的总长度是50厘米 相对于原型车4995毫米的长度 它的比例控制非常的精确 虽然它的零件数只比此前的42125多了98片 体积也基本一致 但它的重量却达到了1.6公斤 而42125只有1.3公斤 从整体来看 全车主要使用了深灰色科技面板进行外观面的搭建 少量绿色和红色零件的点缀 以及贴纸的应用 则让它的运动感进一步加分 同时也是对原型车的准确还原 在细节方面 原型车经典的前后施爪车灯 在这款乐高模型上得到了非常好的还原 尤其是前车灯 采用了左右各三枚荧光圆管零件 在黑暗的环境下 这个效果大家也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那接下来几天我们还会尝试对它进行灯光组改造 感兴趣的玩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哦 那再看两侧向内凹陷的侧裙 车顶的旗翼 后轮拱位置的垂直旗片 这些原型车的主要细节设计师全部都进行了搭建 车尾部分 除了两侧的车灯以外 那底部巨大的扩散器也得到了比较好的还原 而前盖的裸露位置可以看到的一部分悬架结构 恰到好处的让这款模型显示出了更多的积屑感 再看车底中间这里 也就是座舱的后部下方 设计师甚至还通过一张贴纸 对原型车的900伏理电池组进行了还原 另外在后悬架的下方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的拉杆悬架结构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功能表现 首先前后悬架的回弹 测试下来完全没有问题 车辆的推行以及发动机联动 同样也没有问题 同时这里我们加入电机来测试一下 那也可以看到发动机的联动非常的丝滑 手动转向以及方向盘联动 测试下来都没有问题 不过在两侧车轮完全回正的情况下 方向盘并不能完全回正 这也就是测评中提到的那两枚16只齿轮设计所导致的 它会导致方向盘存在11.25度的误差 不过这也并不算什么问题 那两侧车门的开合 前盖开合 这些比较简单的功能自然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另外整个引擎盖也可以像这样取下来 牢固度方面 整车的牢固度还是可以的 基本所有科技面板都做到了不错的固定 只有车尾位置的一个采用砖块零件的模块相对比较容易脱落 那最后总结一下 作为一款1比10比例的跑车 在大部分情况下 无论是在内部结构方面 还是在外观搭建方面 这个比例的跑车通常都很难有非常出彩的表现 虽然此前坊间流传的7速序列式变速箱并没有在这款套装上出现 但是在不借助新零件的情况下 首次出现的拉杆悬架却让人感受到了意外的惊喜 虽然它的机械原理和真实的拉杆悬架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这应该已经是现有零件能够做出的最大的还原了 好啦 那本期评测就到这里 稍后几天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灯光组改造的分享 咱们下期见